新節目 評論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大蛤士 OK 現場玩遊戲是生物幻想 那我們現在要去解自仙任務 那我們要先到迷霧中去找他那個波波 那我們主仙任務先稍等 稍等一下 藥草我們已經拿完了 然後大獅度這個生物化俠 應該還要差20幾幾吧 哈哈 應該故事還蠻長的 然後 之前玩的俠哥風雲傳的前傳 我們的和洛大俠 製作人 他已經有公佈了那個 呃 和洛熊俠傳的 的遊戲影片了 跟什麼時候上市 大概是今年的8月 暑假的時候上市 那到時候大師會實況 錄製這款 和洛熊俠傳 然後和洛熊俠傳呢 是 講小蝦們的故事 我一直以為是講 古月仙他們的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出現在 和洛那邊啊 感覺是不會 好 然後 現在這邊的畫質 大師又把畫質降低一點 因為 現在大師的電腦是 目前是帶來舊家的電腦 所以 沒辦法開全特效 然後 波波呢 網路上說 往前走就看到了 此時又踏出陣 又將來不必要的麻煩 嗯 這個嗎 到處都是煙火國人 好可怕呀 不要怕 我來了 海狐子 命倒是挺大的 這神力大人 一定是神靈忽悠 竟然是神靈大人來救我了 謹神 快走 試試 正命 他怎麼沒有跟我走 這邊有東西嗎 看起來沒有 好 走吧 我們回去找 他的主人 嗯 然後 這裡 高低珊瑚按 好 走 大家有聽到 我的主機的風扇聲音嗎 風扇聲音很大 應該要換一個風扇 應該要換一個風扇 斬破 從我成為神物弄傷所用 劍內含 玄秘 做法 這沒錢了 衝籠劍 應該不用換吧 欸 買一個道具好了 啊 飾品 裝備品 好貴喔 先賬買好了 我們跟 水聰講話 好 走了 只拿一個龍之獄而已 我發現 我幻想 有些地方都沒有什麼 背景音樂 就是普通的流水聲 跟大自然的聲音而已 好 好 我們 進主線囉 先存根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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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主要就對了 你們可以出去了 真不知道是不是上輩子欠了你 怎麼遇見你之後一切就亂了套呢 小飛星你沒事了太好了 我和萬叔姐姐可是嚇壞了呢 武叔姑娘 你總算醒了 你昏迷了一天一夜害我擔心死了 萬叔姑娘是你救了我嗎 我們是如何脫困 此事說來話長救你的不是我是神醫 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我的傷好像都不痛了 現在起身應該也沒問題 這短短時間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萬叔姑娘抱歉讓你擔心了 我此刻能安然無恙 想必萬叔姑娘也費了不少心思 也沒什麼 你若非為了救我 也不會受到如此重的傷 萬叔姑娘 神醫現在人在何處 我也該好好謝謝他才是 等等 神醫脾氣有些古怪 本領也很厲害 我擔心他會對你不利 萬叔姑娘何處此言 這 算了 道謝是必須的 我和西羽陪你一起去 還有 以後 你就叫我萬叔吧 好 我們來跟神醫道謝 萬叔姑娘 好 哦 臉破熊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新的招式可以換 上湖裝備技能 胸爆閃 五段攻擊 血天命地 南躲破空 6點24 6點18 好 胸爆閃 修羅黃泉 好 我們先這樣好了 不知道還有沒有道具可以拿 因為這場遊戲其實拿過 同一個地區劇情過後 之後 同一個地方可能還會出現一些道具 可以 是可以拿取的 好 好 剛才沒東西了 轉眼又是一年 優和 你在酒泉之下可好 多謝閣下救命之恩 碧水玲瀾可以製作數十種毒藥和解藥 卻被你服下溶於血中 死者不能使用 所以我先救你性命 但是你既活命 當為此付出代價 我若要以它研究入藥 便須取你之血 快則半月 慢則數年 你須隨時配合無知需求 這 那我 那我豈非得一直在神醫你身邊了 我會給你一次機會 若你能勝我或殺了我 我既不如人 自會放棄此念 沒有怨言 但你若敗了 便要與我立下約定 人情 那些長毛的人都難吃死了 還是你當我的食物吧 哈哈哈哈哈哈 新鮮著食物 美味的香氣 原來這道可口的醬油 跑到這兒來了 它是我的病人 你不能吃 病人 又是病人 enough entonces uhh です 明川 你破壞了神醫的鎮法 神醫會生氣的 萬一 他不愿为我治病 我若一睡不醒 该怎么办 盈川 游棉 小飞星 看见你们平安无事 真令人欣喜 但是我们好像 来的不是时候 滔天 是难得的海味 好 我要吃 这些东西 怎么跑到我的舌头上了 云青 我可不是故意的 都是这些不速之客 你们完蛋了 大云青生气了 你们再不安静点 我就吃掉你们 老子去山下看看 神医 不须多言 圣者生败者王 事事本是如此 你准备好就来找我 喂 我有话跟你说 你到外面小道来 好 所以现在可以给他打吗 这是肚子饿了 有什么 永远不睡觉 好 我们去找旺叔 外面的小道 欢迎 呆子 我们还是赶紧逃走吧 我担心 旺叔 我不能这么做 神医就我性命 我却吃了他 找寻等待许久的 碧水凌兰 本就该偿还他一二 更何况神医 还特地给我这个机会 我怎能言而无信 你这个呆子 真是个呆子 望叔姑娘教训的是 你 会不会觉得 我是一个很差劲的女人 遇见事了 总不如你这般光明磊落 还总想着自己 你可知道 当日我在客栈时的那颗玉石 原没打算还你 还差点为了弟弟的下落 将你出卖 我知道任何理由 我都不该这么做 但是数年前父母被人所杀 弟弟失足 就是与那玉石有关 弟弟他 是我唯一的亲人 这些年我不计代价地找他 好不容易有了一丝线索 我实在无法放弃 望叔 对不起 如今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一定讨厌我了吧 还有 那两名乌猎 你为何一路上都不问我 我与他们是何关系 我 王叔 你是一个好姑娘 从认识你到现在 我的想法从未变过 在我眼中 你不但善良率直 还十分勇敢 遇到不平之事 更会挺身仗义 玉石 你不是还我了吗 在黑市 若没有你的帮助 我和细雨恐怕无法顺利脱困 如今 你更是关心我的安危 甚至还愿意 甚至还愿意对我坦白 如此体贴的你 怎么会差劲 可是 可是我的过去 过去 便已是过去 我所看见的 现在的你 才是最真实的 你好像我的阿娘 抱歉 我是不是说了什么奇怪的话 因为以前宗伯 总是这样安慰我 没有 不奇怪 好吧 是有一点奇怪 是吗 那我下次 还是别说了 不不 可是我想听 我爱听 下次再多说一点吧 阿娘 你别担心 我该赴约了 飞星会把妹 很会把 好 母亲怎么挡 好 好 那我们这一集到这里就做了 希望我们下午欢迎我频道 昨天的图片按个订阅 欢迎到粉丝按赞 以终点消息 右下 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记得把它订阅 那你这个随时 就在我们最新的影片 让我写大家这 只有收看 谢谢拜拜